五 四 三 二 大家好 我是张维静 大家好 我是赵佑轩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佑轩 你幸福吗 幸福啊 每天快跟大家在一起就很幸福 最近联合国召开了一个会议 讨论如何计算人民的幸福指数 还邀请了不丹的代表来分享哦 不丹虽然是个平常的国家 可是人民的幸福指数 却是纯亚洲国家中最高的 对啊 不丹的人口有八十万 平均收入只有台湾的二十分之一 但是大部分的人民却觉得自己很幸福 国民幸福指数最早就是由不丹的国王所提出的 他们认为政府每一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都应该先衡量能不能为民众带来幸福 而不是只考虑到经济收益 像不丹这种把国民幸福放在国民收入之上的做法 现在已经获得其他地区的认同 不丹人的所得虽然不高 但是却享有免费的医疗和教育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 全国规定不准砍伐树林 美丽的不丹被称为喜马拉雅山下的香格里拉 人民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快乐 收入多了不一定会变得更快乐 负担的经验很值得大家学习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提要 疾病 转转与贫穷 让世界各地的角落产生了许多小小童工 他们还没有长大就必须学着当个大人 他们的生活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小主播带你一起去关心 北朝鲜很神秘 很少人去过 相关的报道也很少 小主播独家播出 北朝鲜不为人知的一面 看你了美国跟日本的卡通吗 上海动画集气直追 把传统文化跟卡通结合 帮大家换换口味 六轩 你知道六月十二日是什么日子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是世界梧桐公日 每年的六月十二日 是国际劳工大会所订定的世界无童工日 藉由这个日子来唤起人民对童工问题的关注 从2002年开始 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年了 过了这几年 童工问题有得到改善吗 根据统计 至今全球仍有超过两一个童工 主要分布在亚洲 非洲与拉丁美洲各个角落 他们不但超时工作 没有薪水 甚至被贩卖 被殴打 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以阿富汗来说 今年二月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那里的童工问题相当严重 制砖厂的工人有一半以上是童工 他们的年龄不到14岁 许多人从七八岁就开始工作 在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里干活 除了工厂 矿山 农田 许多地方都能看见童工们辛苦工作的身影 他们的年纪还都这么小 就要出来工作赚钱 看了好难过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一起去关心童工问题吧 他是沙吉拉 今年十一岁 住在印度西梦加拉邦的小村上 他原本应该和大家一样 过着快乐上学 无忧无虑的童年 但他却只能坐在铺马布袋上 熟练而快速地卷着一只又一只的香烟 他也不喜欢 你还要帮忙卷烟呢 既然不喜欢 为什么沙吉拉还要帮忙卷烟呢 原来卷烟是养活沙吉拉一家的工作 他七岁就开始帮忙了 最初只是打砸 但是从翅年开始 爸爸要他留在家里沉溺帮忙 所以沙吉拉就很少去学校了 在这个贫穷的小镇上 像沙吉拉这样的孩子非常多 放眼望去 不分男女老少 几乎人人都在卷烟 这种比迪烟在印度就像茶和薄饼一样 吃生活的必败品 根据统计 这里两万个家庭 最后95%的人靠比迪烟生存 同工的数量跟在25万到100万人之间 其实走在1986年印度政府为了杜绝同工 曾经立法禁止 十四岁以下儿童 不得重视危险的工作行业 其中还包括了制作笔笔烟 既然如此 为什么童工问题还这么严重呢 原来法令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那就是孩子在家帮忙 并不犯法 于是间谍的人们开始用家庭带动的方式 避开了雇佣童工的法律问题 每天中午 家家户户都会拿着做好的笔笔烟来排队 中旁商统计了数量就会发给大家工钱 并给大家新一批烟草和烟业 也就是明天捲烟的原料 沙吉拉的爸爸说他十二岁就开始捲烟了 每捲一千只笔笔烟 大约有七十五卢比的收入 一个月下来可以有七千五百卢比的收入 折合台币约四千三百的收入 足够供应家里三餐温饱 因为贫穷 沙吉拉每天都得花八个小时帮忙卷烟 不能去上学 他说他的梦想是当个老师 卷烟虽然让他们一家生计有了改善 但是却让沙吉拉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远 看完了印度的童工的问题 接下来到叶门看看吧 这里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政治的动荡不安 加上津津萧条 这里的贫富差距很悬殊 为了生活许多小孩必须出门工作 洗一个月的车子 只能赚到折合台币一百四十二元的微薄工资 但是他很开心能够帮助加利 而这里除了同工之外 还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贫穷让许多严门的孩子成了同工 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看着他们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喜福 整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呢 像莎吉拉那样长期待在布满烟草的环境工作 身体很容易生病耶 对啊 看他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 却没有办法去上学 嗯 这些地方因为贫穷 父母只好让孩子工作贴补家用 可是没有念书 等他们长大也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啊 真的好无奈哦 谁来帮帮他们呢 别担心 世界上关心儿童的散心人士很多 像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 就一直有持续帮助这些世界各国无助的同工 真的啊 那要怎么办啊 想知道 就一起去看看下面这则报道吧 这个正在画图的孩子叫做多索 几个月前 他才刚从人口贩值的手中逃出来 安如 接近人《爹ati合照》 放在路程中 raj奶奶布 Mehr澹了 要留下 跟ộ种 我 Entonces 客帅heiten说 貝南圍在非洲西部 是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 這裡的同工和販賣兒童的情形非常嚴重 根據統計這裡的同工高達了60萬人 為了幫助他們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這裡設了臨時兒童庇護所 那些在街頭工作 露宿街頭的街童 都能在這裡學習 玩耍或睡覺 享受他們擁有的童年 這類型的孩子 第一件事要做是困難 因為這類型的孩子被賣給自己的父親 第一件事要做是困難 他保證了保護 不但鼓勵孩子學習 工作人員也努力說服父母 勸他們讓孩子來學校 告訴他們受駕馭的種種好處 這就是小孩子 你怎麼回家 小孩子 我沒有講話 我們在教育中心裡的教育中心裡 我沒有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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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学生 我认为这些人 我认为这些年纪 我认为他们是岘和军事 我认为的生活 这些人公团屋伴时 这些人是传统来的挑战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步骤 因为他们判� with第二次的叙动 回到年纪 在这里孩子们终于重新找回了笑容 找回了失落的童年 开始走向充满希望梦想的未来 省电又妙装 节能又抗奖 一个习惯 随手关点灯 加一个动作更换灯泡 捏下来就可以为地球减少267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但是更换更简单的家电就更省钱吗 精打细算的你可曾想过吗 叫我们赶快来听听 学者 专家和省电达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电费调涨12.6% 民众大喊吃不消 所以很多人都贷唤原本的家电用品 给买节能家电 不过节能家电真的能大幅降低电费吗 我们发现所有的技术比较的话 家电产品买高效率和软硬省电 可是正确使用习惯影响更大 很多家庭的冰箱一打开 满满的食物立刻倾泻而出 这样不但很浪费电 冰箱也没办法发挥实质的效用 所以塑料袋跟塑料袋在中间会将会挤压 反正我们发现这样 发现说我们冰箱打开的时候 里面密密麻麻的所有东西挤得满满的 所以冰箱最上面的冷空气就没办法兑油到底下来 除了冰箱冷气也关系重大 夏天吹冷气使用的电量居高不下 不过你知道吗 只要调高一度就可以省下7%的电力 如果还是很热 加个电风扇跟调低一度的效果是一样的哦 另外家事达人还教大家几个省电小配方 像是热水瓶只加一半的水 我们水其实只要装一半就好 为什么要装一半呢 其实一半的水加热的时间只要一半 如果我们全满的话时间就会比较长 还有放进微波炉的食物先喷水再加热 这样能够比较快收 其实只要有正确的使用习惯 即使不换家电也能省荷包哦 看来简单的小配方一样很省电耶 那就对了 想要省电百分百 用对家电的使用方法 加上一点点的小配方和正确的用电习惯 你就会发现有聚沙城塔的惊人省电效果呢 所以说如果想要省电省荷包 还能紧紧紧探旧地球 我们就要了解如何正确使用家电 用车料好的用电习惯哦 小主播介绍过北朝鲜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啊 慈祭是第一个得到认同 将救灾物质直接送到北朝鲜相亲的国际人道组织嘛 嗯 在当时的发放现场有好多令人感动的画面 除了症灾志工叔叔阿姨是不是还有去很多其他的地方啊 嗯 北朝鲜很重视实际的访问 所以让志工多看了一些地方 好 小主播今天就替大家揭开北朝鲜神秘的一面 北朝鲜实施社会主义 是东方社会最封闭的国家 除了几个大城市 多数的地区都还很落后 平安南道的大同郡只是其中之一 猜得出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不是药草店哦 而是国营的医院 他们使用传统药品 自己晒草药 还有研磨成粉的工具 这间是医院附属的药局 古色古香的药柜拉出来 抽屉里却只有一两个泛黄的药包 不知摆多久了 医院自己做的 这些是西式的药丸跟药片 粉粉的感觉看起来很潮湿 应该也是成年药品 吃了会不会生病啊 因为直接 重点 尊重 及时 务实是慈悸症灾的五大原则 为了朝鲜乡亲的用药安全 志工阿姨跟北北花了很多时间 要详细问清楚才放心 虽然医院很成就 牙医的技术看起来还是蛮熟练的 只不过这样挖牙挖的 没有最新的工具 止痛的药品 你是宁愿让牙齿痛还是会去看牙医呢 医院也有救护车是用吉普车改装的 后座的椅子可以放平让病人躺下 北朝鲜的医疗免费 虽然疗胜于无 乡亲们的医疗不足还是让人很心疼 美朝鲜其实也有高科技 但都用在发展武器上面 也禁止人民一切对外的通讯 所以民间的电脑资讯也很落后 像这间电脑教室 设备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 用的是古老的印象管荧幕 电脑主机也是用旧式的磁铁片 虽然目前的学员很少 而且都只是五六年级的学生 不过老师并没有灰心丧志 他认为北朝鲜的人才技技只欠东风 有没有发觉好像少了什么吗 想到了吗 没错 没有滑鼠 也没有键盘 因为这两种都是消耗品 容易坏 所以缺货中 其实就算坏掉了 老师也当宝贝 因为可以用来当教材 学习电脑维修 看到北朝鲜的部族 现在大家应该很满足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吧 北朝鲜的一年级是 辟货中 这就是写商的表现 北朝鲜 北朝鲜 你喜不喜欢看卡通啊 当然 谁不喜欢啊 那我们就先小小看一段 毛茸茸的卡通吧 好好笑哦 这到底是美国还是日本的啊 两个都错 那就是台湾拍的咯 也不对 其实是中国大陆拍的 上海已经有3D技术了 而且还拍了最有名的中国猴子 我知道我知道 西游记的孙悟空 没错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这只顽皮的美猴丸 是猴子们的老大 现在也是上海卡通走向3D动画的先驱 大闹天宫是50多年前拍的卡通影片 虽然年纪有点大 却是中国卡通的经典制作 所以流行3D动画以后 大家立刻想到重新包装 用现代的电脑竞速 现代观众的眼光 把这影片变成老少嫌疑的3D动画 电影的发展也伴随着科技的发展 所以说现在观众看的影片多了 比如说美国 那一些很高科技的电影进入以后 观众的要求也提高了 不过改革比创新难 所以工作人员战战兢兢 就怕做不好 把经典卡通改成试不像 无法跟江东父老交代 我们不希望能够对它造成损伤 或者让别人觉得我们做的 已经把原来优秀的地方失去了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电影配合现代观众的口味 他们用新的技术让画面更漂亮 声音更动听 声光效果更坠撼 但是也要保留卡通原来的精华所在 我们中华民族的弘扬 我们民族的传统 包括我们宣传我们的道德观 我们的社会的价值观 我说这是我们义不容置的责任 以前中国限制外国电影进口 因为没有竞争 国产影片的品质差距很大 两年后 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的大股票 外国卡通来了以后 不论大人还是儿童 变成只知道白雪公主 变形金刚 或是樱桃小丸子 这些外国影片 或是只看西方式的中国影片 不然自己本来就坐在宝藏堆上头 你的好像也很好吃 它就产生了那种欲望 其实中国政府几年前就开始鼓励原创动画 也颁布了奖励政策 所以中国的动画已经起步 虽然还是在萌芽的阶段 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因为山寨版已经出现了哦 这就是我们来避免中国一个盗版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不是单一的卖一个东西 你光这个东西你可能很快满大街都是盗版了 所以我们就是提升它做盗版的门槛 除了预防盗版 上海人也很努力动脑筋 把丰富的历史变成卡通内容 让大家在欣赏电影的同时 也可以重温几千年来的优良文化传统 伟静你知道扫白兔的特征是什么吗 当然是又长又大的耳朵啦 在德国有一家驴团 有一只九个月大的兔子 它一出生就没有耳朵 但是可爱的模样却让它成了大明星 没有耳朵的兔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一起去看看就知道啦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小主播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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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播看天下